美国华人过万圣节要糖果或捣蛋之外 更少不了大丸变装秀 南加州这一间由台湾人草创的万圣节服饰店 不仅以独特的自由品牌成功销售全美 今年更特别的推出了加入黑暗元素的超人气服装 也一举成为消费者的最爱 高腰素身的黑马甲再配上蓬蓬短裙 就是魅力百分百的康康舞女超辣 而男性穿上黑色的SWAT特警背心 为了执行任务又跳又爬 火生生的就是一位霹雳警探 好可爱 不过更辣的来了 生命之行的紧身服 再套上短裙下的吊带黑裤袜 连走起路来都能让男生产生无限遐想 这就是今年被亚马甲网站 评为最硬的黑色警探装 而说起今年选购服装的秘诀 就是要在火辣中加入黑色元素 我们今年最流行的是我们的张诗 还有细血鬼跟巫婆 虽然有一点恐怖 有点黑暗 但是还是很性感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像Gunstrap 也可以像你穿SWAT COSTUMES 也可以搭配 又细又长的高跟黑白鞋 内包纯白色的蕾丝边裤袜 展现完美的下半身曲线 再搭上超短迷你裙 和裸露相间的露背装 性感又俏皮的女服装扮 也是历久不衰的经典版 不过如何正确选择 才能让自己省下荷包 也不会有破损或走光的困扰 耐穿度更是重要排量 我们追求的是耐穿 而且还是很性感 我们的服装通常 不只可以穿一次 明年也可以再穿 像我自己的服装 也是给朋友穿 不仅是女生很SESY 男生今年只要穿上SWAT的 听言衣服 就可以像我一样 有一个 Happy Halloween 以上是东森新闻 一红之一红文 来自洛杉矶的采访报道